1.2.7號 1.7號的活動 1.3.1 1.6 又歡迎回來到我追夢日記 第二季的第18集 今天是夢翔嘉倒數第二場 例行賽的主場 今天已經在售票系統上面 已經顯示完全把票給賣光了 所以今天會是一場 爆滿的比賽 然後呢 今日呢 要對上的是富邦勇士 然後富邦勇士 現在已經固定晉級季後賽了 然後上一週 在台北主場的時候 夢翔嘉以四分隱恨給富邦勇士 那對於夢翔嘉現在 要爭奪季後賽的名次也是 非贏不可的狀態了 真的 然後今天希望這一場 脫西場很精彩 然後是夢翔嘉 拿下勝利的一場比賽 為什麼會說很精彩呢 因為上週 宏凱傑跟卡拉曼的折手事件 哇引起了非常大的討論 然後今天又是派上卡拉曼 先發 然後要對上富邦 就有機會去對到位 所以蠻期待今天是一場有火藥味 然後夢翔嘉進攻火力又可以打得不錯 然後防守也可以很積極的一場比賽 那至於明天的第二場 也是一場很好看 明天都要領航員啦 那明天再說 但是明天丁恩鼎 小心喔 我們用籃球 來一決勝負 OK 那我們就 Let's go 第18集 球場見 好 今天 不要太用力打 然後再說 不要太用力打 有 有 有 一個 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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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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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